Dreams Pong Season 2 招募異能人 他們決定回歸 你想玩就留下 大家好 我們是Dreams Pong 今天來到和黑極Immel 什麼呢? 今天厲害了 是我們Dreams Pong招募異能人的比賽日子 沒錯 經過一輪網上的招募之後 今天有很多三小姐來這裡 為我們爭取這個 Dreams Pong 成員的資格 你介紹他們吧 Yeah Go Win 這五個熱能人 經過早前的大師三 在眾多參賽者裡面 得為而出 來到今天的大作戰 需要成為Dreams Pong 第五位新成員 你看看Andrew 會多開心 看他們眼睛都很感 好像很優勝分 沒錯 不如說一下猶豫決定 沒問題 猶豫分六個回合 每個回合的優勝者可以獲第一分 而且我們每位成員可以就個別參賽者的表現 再每人給他一分 換言之 每個參賽者最多可以獲多少分 五分 說得無謂 玩遊戲最實際了 Let's Go 好 第一站就是王敬Ivy的總統拓募 Dreams Pong 厲害 待會我們追換 進行大搗亂 然後參賽者分成兩組 就是收拾好這裡 找錯我們的術物 術物呢 術物是什麼 今天是 鹹魚 哇哇哇 James Wong 你們真的拼命地搗亂 看來參賽者要找到鹹魚 也挺難的 一起看看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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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 丁仔和鄭大西看起來 都好像撿得有聞有道 不過話口未完 他們就中了 那條鹹魚呢 哎呀 問了 報警啊 喂 怎麼了 他們最後都是找不到鹹魚 還要弄爛了些東西 所以這個回合很明顯是失敗 希望第二組會好一點啦 加油啊 看起來都好像和上一組差不多 都是一味掛著撿東西 忘記一條鹹魚 不過就是每個人都想著它們損壞的時候 功夫歌神好像有點收穫 這樣啊 啊 哈哈哈哈 鹹魚 啊 果然多的人是好一點 看來丁仔和鄭大西 下集回合就給大家努力了 哇 話都沒那麼快 我們兩組已經撿完了 真的快了 那不如我們報告分數吧 哦哦哦哦哦哦 那呢 那這一組就是有五分的 那一組呢 因為他們找到鹹魚的關係 七分 再加上鹹魚的一分就有八分啦 耶 歡迎之 這組是在這回合中拿到一頓 哇 我認識的 耶 好啊 話都沒那麼快 震了一件事 就是我來會給 你會給分 沒錯 你會給哪些呢 我給 我給Dennis 因為他做事很仔細 我給丁仔 雖然有些騰雞 我覺得他是很認真 我給鄭大西 那一條鹹魚衝到海 我真的給不到反應 我給阿功夫那一層 撿東西的時候 不忙搞爛 女生要努力一點 所以大家要努力了 沒錯 我們去下一關 去下一關 哈哈 好了 來到第二批的場地 就是Irie和阿敬的中餐廳 金業廷 沒錯 這次是個人賽 沒錯 二能人就要辦事應 先蹲下一次轉三圈 再把水果放在托館 再運送來這裡 沒錯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總之越快越多就是贏 沒錯 沒錯 開始 快點快點 我跟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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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只顧自己開心 就是你們聊過魚火魚土的時候 你們好像小金個人 我跟你們 開始了 不好意思 好 我們還是知道 好 今天回合是功夫歌神 好 又是時候到我們給分的時間 好 給分 好 阿凱你先 我也是給他 我覺得他聰明 好 然後Angelo呢 我也是給他 我反而給小龍女 因為你呢 他 在吃 哈哈 我給丁仔 那他有些招 招了 招了成招 都不知道是不是招 哈哈哈 給他安慰了 好 我們今晚就完了 我們走了 拜拜 喂 跟我們Chin Spor 最重要是大膽 是時候拆掉他們的膽量了 沒錯 所以我們去街邊 跟老人和他們玩一下 沒錯 二能人要分成兩組 鬥法完成任務 贏的一組就要有專車送去清衣IV 而輸的一組 就要 嘴巴對脫下 他們已經分好兩組了 現在呢 我有兩個錦囊 就要他們選擇做什麼任務 好 特別 誰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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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找五個老人 五個老人 和你們一起 呼叫口號 Tringspong 二男人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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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他們出師不利 那些老人好像不太鬆他們 結果他們決定改變目標 向小朋友 埋手 Tringspong 二男人 YA 一個呢 Tringspong 二男人 YA 找到一個之後 果然相信了很多 他們終於找齊五個人 完成任務了 哇 他們只不過用了 四分 三分五十 六秒 這樣也算錯 看看下一組的表現 找五個老人 講打氣的說話 幫二男人打氣 並且合照 你對著這裡 一起吧 一起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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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一二十 YA 小龍女 真是小龍女 你看看找到多少個羊果 快這麼快完成 有沒有 好厲害 大比數拋離 這叫 就只用了 用了三分三十一秒 一秒 嘩 你剛才我快了十幾秒 說這麼快 這部分遊戲就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講一下這組 這組 這組是三分五十六秒 而這邊是用了三分三十一秒 沒錯 好耶 所以換言之贏的就是 這邊 哇 而且這組真的是 把他們放進去 你開始用間招 讓圖人幫他們玩 你這樣說 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有大人包先 有大人包 下去吧 好啦 我們先給他們 先見 我們走得瀟灑 我更快 我立刻下去 GO 這些就是害人中害己 他們三個結果要接受大懲罰 大熱天時自己搭車去下一個比賽的場地 而丁仔和小龍女 然後呢 他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 搭搭車了 總以下先 目前最高分的是 小龍女和功夫歌神 包尾的是 永遠鄭大細 招了個比賽就是這麼多 之後呢 還有很多難關等著他們挑戰 異能人 加油啊 下一集 比賽場地將會疑似青衣IV 他們的鬥爭將會更加激烈 究竟 六死誰守 最後誰會得到異能人的寶座呢 記得繼續收看 在James Bond Season 2 招募異能人 萬物錯過 招募 招募